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当然如果 假设我们不用Chalibee的前提下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题目 首先的话我需要的是 这个刮虎里面的文字 那以前呢你如果不会 正确的公式的话 你变成要怎么样 手动嘛点两下Ctrl-C 然后这边Ctrl-V 对以前的做法一定是这样 那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一定是这样 可是问题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话 那你必须要想一个公式 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那你就要去分析它 所以首先的话呢 它有什么规则 其实第一个 如果你要最核心的函数 一定是MID 为什么因为我要切字串 特别注意 我们练习的时候请你先在B3 因为B2里面没有挖 所以我们先在B3练习 第一个游标先点B3 第二个我们先用插入函数 我大概知道MID 所以MID的话你可以用文字里面的MID 所以这个MID的话呢 就是切什么字 所以字给它 这个字 从第几个字 123 第四个字 要几个字 要12345 5个字 那会得到第三界关 会嘛 OK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今天呢 用这个公式 只能满足这个储存格 其他能不能满足了 那你可以向下填满 大家知道 不行 有没有 完全不行 那为什么不行呢 主要原因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就是这个4跟这个5 有没有 第四个字吗 没有啦 不是每个都第四个 如果后面是每个都是第四个 而且都五个 那就OK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要想办法 如何取得这个数字 是针对每个储存格的需求 那怎么知道 它的位置一定是在第四 所以你要想的解决办法 是怎么来的 那如果假设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是希望知道说 它这个位置永远是正确的话 那其实你就要想到一个函数 叫Find Find的话就寻找 应该可以 那Find的用途就是说 你帮我找一下钱瓜胡的位置 因为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你需要抓资料的位置 它前面有个钱瓜胡 那我只要把钱瓜胡 因为它1,2,3 3不对 Find钱瓜胡 Find得到是3 对不对 那3我要4 所以你把它加1不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呢 可是问题第二个问题 那我如果要知道5这个数字 到底有几个字的话 那有什么方式呢 其实一样 你可以去 有没有什么特征 有啦 后瓜胡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Find什么 Find后瓜胡的位置 那算下来应该1,2,3 应该是9 最后是9 然后呢 这个是3 9减掉3 有没有 所以Find后瓜胡的位置 减掉前瓜胡的位置 等于多少 等于6 6跟5差1 所以你再把它减1不就好了 有没有 可是你说老师 为什么少1 因为我减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减第 第四个字 可是我们减是减3 所以少减1 你就把它减 这样子的话可以算出什么 它到底有几个字 所以哦 第二个我们可以使用的就是Find函数 所以这个公式 我们再取消掉好了 我们把这个换成用Find 那当然Find对各位来说 其实比较陌生 所以你可以用Find 它一样是文字的 里面F开头 这个Find 按确定 它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寻找什么 寻找钱瓜胡 有没有 所以你打一个钱瓜胡 不过钱瓜胡在这边 它是视为一个字 它是把它当个字 所以前后要双以后 那你可以不用打了 因为它会自己加 有没有 OK 但以后如果有一些函数 不会自己加 你要自己加 你没加它就出错 那V16的话呢 去哪边找 去A3里面找 所以你会发现它得到是3 有没有 3值的是第三个字 是钱瓜胡 那如果假设 你把这边改成后瓜胡的话 比如说你不是钱瓜胡 你后瓜胡的话 前瓜胡 后瓜胡的话 它会得到9 有没有 所以这个应该就可以用Find 当穿针引线的一个 第一个函数 所以第一个 请你先 让它找钱瓜胡的位置 按确定 好 但问题 目前假设 如果你向下填满 有没有 向上填满 那当然 它如果有钱瓜胡的话 会是正确的 可是如果没钱瓜胡 它会出现这个 这个是错误讯息 那这个错误讯息 是因为你没有钱瓜胡 可是你却让它去找 它会跟你讲说 你不是叫我找钱瓜胡 可是你这个资料里面 并没有钱瓜胡 这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只要看到 紧开头 就表示说 有错误 那一般后路面 如果加一个value 只是资料错误 那这个资料什么是 因为你没有钱瓜胡的资料 你给我错误的 是不是你给我错误的资料 那不管 反正你知道 可是将来我不希望它出现 那怎么办 所以第二个step 就是先把Find 钱瓜胡做完之后 那一般我的习惯 第二个step就是再把这个公式放到mid里面去 所以请你把它选取减下 那记得选不要选到等号 因为我们将来不能有等号 那再来就插入第二个叫mid 所以我们本来是先mid的 然后再 那先把ify先做完 那一样 找什么 找这个 去哪边找 把它贴上 3加1就可以了 4不就出现了 这个一定是正确 底下这边也会跟着变 有没有 所以你如果假设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你完成前瓜胡的下一个字 第三个问题是几个字 那几个字我刚讲过嘛 就是后瓜胡的位置前 前瓜胡也在减1 那所以后瓜胡怎么办 再贴 把这边改成什么 后瓜胡 这个就9 再去减掉再贴 这个就不用改了 就6 6不对嘛 再减1 这样就ok了 好公式就完成了 所以第一个step先做这个 贴过来之后贴三次 1 2 3 这个改后瓜胡 这个加1 这个减1 ok应该没问题吧 按确定 再把它向下填满 再向上填满 那你会发现 基本上只要是瓜胡里面的资料 就会正确的被提取出来了 ok 所以应该不难吧 fine跟mid 可是最后还有一个 觉得不太ok的地方 就这个东西 这个是错误啦 但我发现很多人错误就不管他了 反正算了算了 当然没看到 可是问题就是看到这个就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有些对资料洁癖的人 就会把他想到轻 可是轻以前你不知道用其他方法 你可能自己也底例子了 老师怎么办 没关系老师我都自己delete掉 干干净净的 但问题只有三个还ok 如果这边有三百三千三万个怎么办 你会发现 你每次很多人资料打开 全部都一堆紧开头的东西 看都觉得很不舒服 我会想说你如果是把它清掉 我刚好错不知道怎么清 你不能用 假设不用delete的话 如果你希望把这个错误区移清掉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有一个函数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插入叫做 这个叫做逻辑 应该判断 如果他发生错误的话 如果就逻辑 逻辑里面有一个错误叫l ifl这个函数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你该怎么做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只要把你要判断的给他 放在value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你要做什么 我要把它清除掉 清除还记得吧 清除就两个双以后 在excel里面或VBA就是清除 好按确定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就成功了 ok 可是你说老师这边分两栏 我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当然可以 如果你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很简单 不过有点麻烦 你变成你要先怎么样 把原来的公式一样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然后把这个公式贴到 刚刚的这个ifl的value里面 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再加两个双以后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干干净净 ok所以以后你看到你这个资料里面一大堆这些 紧开头的 你就很简单 把你的原来公式解下 再给它贴到哪里呢 记得哦 直接就贴这里 后面加两个双以后 这样就ok了 你从此不会看到紧字好了 可是啦 你说老师 那可是我不要给它控 我不希望说清掉 我希望让它显示一些讯息 什么讯息 就是说 no好了 比如简单讲一个no ok 假设这样 我希望显示no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 如果你把它改成这样 它将来就出现no 有没有 看各位啦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ok 你就 如果不 你就用这样 反正这个我觉得蛮有弹性的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有错误 你不要出现紧字 你希望变什么 你可以自己改 好 那最后就是这个公式啦 请各位试一下 哇 这也蛮长的 那不过啦 这个公式 如果你假设担心你打不出来 云端上其实就有了 你可以在云端上找一下 云端的话 我记得是在云端白板 一样文字与之类函数的 第151 截取瓜糊内置串的 这里面 待会其实这道题 其实也可以 请ChartGP帮忙 我发现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而且ChartGP做得也相当好 好 好 好